大家好 我叫周期末 怎么说呢 几乎所有人不认识我 很正常 没关系 我也几乎不怎么认识你们 但是很高兴认识你们 因为你们今天来录节目 都特别的捧场 特别的兴奋 就感觉你们也能出镜一样 不像我们平时线下的演出 有的时候观众真的很难对付 我有一次在台上表演 讲完一个段子 冷了 冷了底下观众不笑就完了 但是一个大哥看着我 过 我说什么叫过 我已经讲过了 你过 下一个演员上 而且我可能是中国现存 身高最高的脱口秀演员了 现存 一米八八 但是个子高的人 我真觉得没有什么太好的地方 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烦恼 就是很多人跟我聊天 基本上没两句话 就会问 你平时打篮球吧 它不是那种疑问的语气 说你平时打篮球吗 而是 看我一句话说到你心坎里 你平时打篮球吧 关键总被这么问很烦 我想怎么办 要不下次我出门的时候 先在胳膊底下夹个篮球吧 对吧 看他们还能怎么问 你平时出来都夹个球吗 关键是我不打篮球 我不打篮球 而很多人知道以后呢 还会替我惋惜 哎呀 你不打 白瞎你这哥了 我想什么叫白瞎了 什么叫白瞎 难道在篮球发明以前 个子高的人活着都没有意义吗 可能就是这些人发明了篮球 对吧 一般人聚在一起 哎呀 我们这么高 我们不能别瞎我们这哥啊 啊 我们得弄个篮子 啊 掉那儿掉得高一点 然后再往里面扔球 啊 然后再拉一帮矮子们来看 啊 其实我是一个小地方来的人啊 我出生的城市特别特别小 有多小 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 我家楼下有一趟公交车 其中有一站的站名叫高中 高中的下一站叫银行 你去一般的城市打车 都是说师傅前面红绿灯那儿给我停一下 在我们家那儿是 师傅去红绿灯 而师傅明白你的意思 一脚油门把你带到了 还绕了点路 因为不绕路车刹不住嘛 真的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活在大富翁寺里 都说人生像一场棋 没想到是飞行棋 而且谁能想到 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城市 居然出了一个我这样的脱口秀人才 真的 讲了脱口秀以后 确实会有一些特别奇特的经历 就如果我做普通的工作 普通白领 我是不会碰到的 比如我有一次表演完以后 一个电影的选角导演 找我谈 说想让我第二天去试镜 去他们那儿演男二号 我当时表面上说的是 好啊 但我心里不这么想 我心里想的是 好啊 当然好 太好了 但是我去了以后 我才发现 就脱口秀表演 跟电影表演 有多么大的区别 就脱口秀表演 它的表现力 都非常的刻板化 对吧 比如我表达惊讶就是 表达心味就是 表达狡诈就是 然后那天呢 是扮演一个坏人 要去医院探望一个病人 我说这么演呢 你醒了 醒了就好 昏迷前的事还记得吗 导演说 那个周老师您停一下 你现在这个演的 有点像小品了 就是这个电影的表演 跟那个小品表演 跟脱口秀表演 不一样 它要有过渡 就是你情绪上 要有一些过渡 我说放心导演 我这回给你过渡一把 然后第二遍开始演 醒了 醒了就好 昏迷前的事还记得 然后导演说 那个 周老师 这个 这个咋说呢 你这个过渡 跟慢动作还不一样 还是两回事 怎么说呢 辛苦辛苦吧 白跑一趟 白跑一趟 我当时就愣了 听完以后 我说白跑一趟 没事 也就是试试 要不再试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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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挺强嘛 你就会想看看 强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 比赛的状态 嗯 我真的我今天一天坐在那儿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我特别想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我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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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 我去年做的事吧 除了一些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我去年轻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了我的老家东北 就想给着东北人民带去一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积极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积极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除了演出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枣 我说一搓枣好 我就去拍搓枣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说还去看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说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那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他说全裸 他说纪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纪录片的主旨是真实记录 不是记录真实 他说没事 后期给你当马赛克 他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他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想多看两眼啊 看着看着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但凡显示出 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那只是那个那个 脱狗秀的那个那个 李淡 对对对对 我说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还行 不穿衣服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淡 我觉得逻辑上他见到的是李淡 李淡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嘛 我们商量好了 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什么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水池子里面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狠角 就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年轻的时候事儿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称称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我们拍的是泥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袋 搓袋其实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袋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奶搓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挣这些虚头刀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都是一面弄完了 他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吧他赶紧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真的 其实他说这些啊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怕事儿 还时不时的会机智幽默 但我环顾四周对吧 我还发现还是我最幽默 好谢雷尔回来 谢谢 好 好 好 恭喜 恭喜 65比几啊 81 声音 啊恭喜 呼喊经过观众投票 介入剑极区 但他俩那那八太刺激了 他俩今天就是没有输赢 对就不向上下 让人心潮澎湃吧 确实是厉害 就是没有辜负 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吗 哎呀呀呀呀 很好笑 很棒 很棒 谢谢 现在就是后悔 特别的后悔 不是录播吗 从选人那段重新录一下不懂 我就开个玩笑 你咋还当真了呢 我不是男人行吧 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啊 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啊 好 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尊重规则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是第一次看到周高万的表演 那呼喊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忽然好像也仅领先了不到20票 对不对 还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热烈的掌声 送走周高万 给我们赶紧 恭敔 为我们赶紧 下人 下人 下人